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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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制超高人气的酱骨头 说到酱骨头 可以算得上是东北菜中的看家菜 这大块的骨头光看着就觉得过瘾 酱骨头很常见 但眼前您看到的这一盘 则是酱骨头中的人气王 桌桌必点 人人必吃的盛况是每天都在上演 但令人想不通的是 酱骨头突然被限量销售 每天只加工200多斤 说完为止 那么这款人气居高不下的酱骨头和普通的酱骨头真的有区别吗 如果有 这区别究竟有多大呢 我们准备了一份高人气酱骨头 一份从普通小店购买的普通酱骨头 在路人不知情的情况下 通过试吃来看看大家更喜欢哪一种 我觉得这个不错 这个好吃 这个有点刺 试吃的结果非常明显 普通的酱骨头只获得了一票 而其余的路人都选择了这款高人气的酱骨头 而高人气的酱骨头之所以备受欢迎 除了味道上吸引人 细节之处更是普通的酱骨头所无法比拟的 普通的酱骨头骨髓很容易被煮飞 流失殆尽 而高人气的酱骨头的骨髓依然保存完整 普通的酱骨头肉质发财容易塞养 而高人气的酱骨头肉嫩多汁 看似简单的酱骨头 其实做起来多有讲究 实践达人王鹏 19岁入行专注研究东北菜 踏实好学的他 三十出头的年纪早已是多年的厨师长 酱骨头里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 马上跟着王师傅一起看看吧 首先就是要解决第一个问题 如何保存骨髓的完整 在家做过酱骨头的人大多有类似的体会 入锅时 完整的骨髓在炖煮的过程中全部煮飞了 煮好好的骨头里什么也没有 这让酷爱骨髓的人大失所望 那么如何才能像王师傅做的骨髓一样保存完好呢 其实关键就在第一步 棒骨的处理上 保存那个骨髓的完整啊 不能敲 那在市场呢 大家买说啊 应该用那个工作商啊 让它把那个棒骨从中间锯开 保持棒骨两侧的这个切头呢 光滑平整 这样那骨髓就不会溢出来了 您听清楚了吗 是锯断而不是剁断 因为锯开的切面是平的 露出来的面积比较小 而剁出来的排骨是斜面 骨髓暴露面积大 就容易流出了 棒骨的截断方式是保存骨髓完整的前提 那么下一步就是保存骨髓的必须步骤 加工的过程当中呢就用冷水下锅 这样呢可以慢慢的这个骨髓啊 就缩进到骨头里 可以保养那个骨髓的完整 凉水超棒骨 既能去血沫 同时也在加温的过程中 使得骨髓定型 这样在炖煮的过程中 骨髓就很难流出去了 等棒骨变色后 捞出来备用 第二步 做酱汤 锅中放一勺水 一小碗糖 炒至枣红色 炒糖色做出的酱骨头 颜色更红亮 加入适量的水 待水开后倒入准备好的高汤中 因为餐厅后煮的高汤费时费力 而细心的王师傅 也为大家想好了家里的制作方法 加入鸡腿炖制的酱汤 汤的鲜味明显增加 再配合之后的棒骨煮制 就变成了集合鸡肉和棒骨鲜味的老汤 同时简单一步就做出了一份比平常更香的酱鸡腿 如果棒骨的量较多 则最好把熬好的酱汤倒入大一点的锅中熬制 汤宽又更香 然后加入盐 酱油调色调味 把家常的香料 如桂皮 香叶 丁香 肉桂 草果 当桂等 依次放入料包中包好 而料包中最特别的 要属王师傅特别加入的红曲米 红曲米是天然的色素 同时它还是降血脂 降血压的天然药物 因此大口啃骨头也不会有压力 如果没有料包也可以用纱布代替 罗汉果单独放进汤中 酱汤煮开转小火煮半小时 接下来的步骤你一定要仔细看 酱骨头之所以肉嫩多汁 关键就在这一步了 在骨头下锅之前 用鸡油或者植物油 加入葱姜蒜大料 煸炒出香味后一起倒入酱汤中 一来去腥增香 二来用里面的油来封住酱汤的温度 炒好的棒骨只需要温火降四十分钟 而需要关火后再焖九十分钟 这焖的过程中保持一定的温度才能让酱骨头的肉吸爆汤汁 这也是酱骨头制作过程中唯一需要用油的地方 加油不是为了增香 而是为了保温 棒骨处理要剧断 红区米上色又降压 鸡腿熬出鲜维酱汤 熟油焖至效果更佳 这样做出的酱棒骨不仅解馋过瘾 更重要的是营养美味双升级 肉质细嫩多汁 骨髓入口即化的酱骨头 几乎是所有美食爱好者都无法抵挡的美食 但对于有些人来说 酱骨头却可能导致高血压高血脂甚至痛风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酱骨头 别说吃了就这么看着就觉得这么过瘾 但这片子当中说酱骨头治病 这让我感觉到心里一惊 但是的话你要知道很多人啃骨头 其实不是为了纯吃瘦肉 对 还更多人是想去吸骨髓 这个我也会吸那个骨髓好吃 会吸 会吸 有营养 跳骨吸髓吗 我听说那个骨髓有很美味的味道 还有之前的话叫什么 我也多了要女皇 她就是甜甜都会超高骨髓的 听说我跟您说呀 您这的过去嘛 有很多这个大人啊 买回来这个大胖骨头 把这个骨头劈开了 骨髓弄出来 拿这个骨髓呢 给这个营养不良的小孩吃 据说呢这个骨髓的滋补功效 其实比那个肉啊还有高 王老师您给说一说 他们说的有道理吗 各位说的都没有错 那么首先这个骨头里边啊 还有丰富的质重量维生素 包括一些的矿物质 还有丰富的这磷脂 听上家儿童在长身体的时候 适当的可以给他吃点 但有缺点吗 有缺点 睡煮之后 里面会分解出一些的 鸡胎飘零 还有一些的氨基酸 那么我们称之为这个 叫寒暖进出物 如果你要看着骨头 那吸着骨髓 后来再来点小啤酒啊 一喝 这样长期的下去 那飘零在身体里 就是代谢不下去之后 就容易造成痛风 痛风之前叫高鸟酸血症 还没到痛风那么严重 如果高鸟酸血症 你还要继续这么吃 那离痛风就快了 那么吃工资也盯不住啊 这样骨头啊 大家要啃起来 那是非常的香 但是对于极致吃货来说呢 这个猪蹄也是不能错过的 这个猪蹄确实是 我们都知道 它含有满满的胶原蛋白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 你怎么吃能更好的吸收 想让猪蹄里头 蛋白质更好的吸收 我给大家推荐两个方法 那么第一 就是猪蹄要多炖烂烂一些 时间越长越好 便于人体吸收 第二 也就是搭配一些 含有维生素C 比较丰富的食材 今天呢 我给大家再推荐一款 既爽口又不腻的猪蹄菜 番茄猪蹄 普通的番茄猪蹄呢 这个做法太简单了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道 这个独一无二的 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独特之处呢 各位 让我们一起实践出真知 吃猪蹄不吐骨头的猪蹄新吃法 无骨无油版 番茄猪蹄 来来来 看你这边看你这边 看你这边瞧 这你的土猪最好 今天的美食达人就是她 与猪肉打交到16年 切肉分肉的那都是小菜一碟 她的绝活就是 能养切猪腰 它就是人称 猪肉哥的行精 除了买猪肉 猪肉哥对猪肉的各种吃法 也是信守年来 她今天推荐的这道 番茄猪蹄就是其中的一道 我们今天做的这个番茄猪蹄 不同于以往的做法 非常下饭 番茄猪蹄听着普通 但实际上却秒杀各种 普通的番茄猪蹄 对比猪肉哥做的番茄猪蹄 和普通的番茄猪蹄 这差别一眼就看出来了 普通的番茄猪蹄肉块大 猪肉哥做的肉块小好入口 普通的番茄猪蹄清汤寡水 再看看猪肉哥做的番茄猪蹄 汤汁粘稠 这要是半个饭得多香啊 最最重要的是 普通的番茄猪蹄带骨头 而猪肉哥做的番茄猪蹄 完全没有骨头 大口的猪蹄嚼起来 黏黏糯糯 非常过瘾 这其中 到底蕴藏着 怎样的创意和窍门呢 马上跟着猪肉哥行进一起 来学学吧 第一步 处理番茄 为了让番茄猪蹄的口感更好 首先就是要给番茄去皮 先把番茄切十字花刀 然后用热水浇烫 放置大约一分钟 就能很轻松的去皮了 然后把去皮的番茄 以及杏鲍菇切片备用 番茄猪蹄里 为什么要加入杏鲍菇呢 这个咱们一会揭晓 第二步 处理猪蹄 外面买的猪蹄 一般都需要再次去掉毛根 因此猪蹄用刀劈成两半后 最好用明火烧纸发黑 上面的毛根才能彻底清理干净 吃的时候也就更放心 然后用清洁球擦洗干净 就可以放入凉水中焯烫 这时候将切好的西红柿片 放入高压锅底层 不仅能去腥解腻 还能防止不过 放入姜片去腥 然后猪蹄 皮朝下放入锅中 猪蹄肉皮朝下下锅 是为了让它更加好入味 加入八角 肉蔻 桂皮 香叶增香 最后加入杏鲍菇 我们加入了杏鲍菇 既能提鲜 而且还丰富了口感 最后加入一勺盐 两勺生抽 倒入适量开水 高压锅压制40分钟后捞出 到这儿猪肉哥做的番茄猪蹄 最独特的地方即将闪亮登场 那就是给猪蹄去骨 我们这个最大的好处是 可以大口大口吃肉 不用吐骨哦 普通番茄猪蹄里面的猪蹄 啃起来是件费时又尴尬的事情 而去骨则是又省事 吃质又过瘾 同时还优雅得体的一步 可谓是一举多得 最后把去骨的猪蹄 西红柿 姜片 杏鲍菇 倒入鸭猪蹄用的汤汁 带汤汁熬粘稠即可出锅 因为猪蹄本身含有油脂 因此整个制作家 根本不需要一滴油 爱美的女生 也可以大胆放心地食用 而演播室里 时间顾问提到 猪蹄的最佳搭档 是维生素C 丰富的食材 因此猪肉哥 特地准备了一道 两分钟即可搞定的 维生素C丰富的小凉菜 石油胶圈 每100克辣椒中 就含有105毫克的维生素C 如果不能吃辣 也可以用彩椒 维生素C 同样很丰富 齿油胶圈的做法 更是简单到 2分钟就能做好 首先把青红椒切成小圈 下开水锅 炒30秒 捞出装盘 然后加入少许糖 盐适量 以及两勺蒸鱼齿油 这样做出来的 口感鲜中带甜 甜中带辣 清脆爽口 搭配着软烂的猪蹄 保证让您吃到停不下来 刚才聊到了棒骨 也聊到了猪蹄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啃骨头系列 打开我们的实践宝典 了解下一个实践未解之谜 大家请看 酸甜香浓滋味足 糖醋排骨有来头 我们来了解一下 各位让我们一起实践出真知 冷热两吃的糖醋排骨 糖醋排骨是一道非常普通 但备受老百姓喜爱的家常菜 一份上好的糖醋排骨 首先要做到色泽洪亮又人 其次 黏黏的糖醋汁恰到好处的裹在排骨上 最后吃到嘴里应是心酸甜甜 满口肉香 而且排骨肉要做到香而不腻 嫩而不柴 即便是凉了也依然不腥不腻 满足了以上三个条件的糖醋排骨 您想想 能不好吃吗 料汁的 肉质我们看一下也是要的 美酒里嫩的 特别特别好 瘦的地方不柴 这肉质究竟有多嫩 咱们对比一下就知道 普通的糖醋排骨 里面几乎没有水分 而我们推荐的这款 水分非常足 再看看普通的糖醋排骨 周边都是油 而我们推荐的糖醋排骨 糖醋汁紧紧地裹在排骨上 根本没有多余的油脂 少油肉嫩多汁的糖醋排骨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请出我们今天的实践达人 中国烹饪大师万学武 糖醋排骨做法多样 万师傅是结合了川菜卤菜粤菜之肠 而制作出的这一道糖醋排骨 一起跟着我们的万学武师傅来学习吧 首先超排骨 这次排骨加工我们操作的流程主要是两次超水 为什么要超两次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排骨凉水下锅 水开后放入两勺杭酒去腥 超三分钟后捞出 接下来进行第二次超水 第一次超水把血沫子给它排出一部分 经过第二次加强超水的同时 我们再把这个血沫子更多的排出来 使到这个排骨没异味 第一次超水去掉血沫 但里面的杂质难以彻底去除 因此第二次的超水是为了进一步去除杂质 而且连里面的油脂也出来不少 这样才能保证凉吃的时候 既没有腥味也不会腻 炒三分钟后再次捞出来备用 想让排骨更加外酥里嫩 接下来的这步可是千万不能省的 制作糖醋排骨 关键占有八分钟的压子 两分钟的杂质 二者协议不可 葱姜入锅煸炒出香味 依次放入桂皮 八角 香叶 辣椒 花椒 煸炒出香味后加入开水 放入焯好的排骨 半勺盐一起倒入高压锅压制 我们在制作排骨中 一般在家里制作的同时 要半个小时 我们今天用的是高压锅 压制八分钟即可 八分钟的高压锅压制 是保证了糖醋排骨的肉质软烂 而想让它外皮酥脆 接下来的炸制也是必不可少 把排骨用薄薄的一层 淀粉裹匀 高油温下油锅 炸制两分钟即可捞出控油备用 最后一步做糖醋制 锅中放水 下入冰糖和米醋 想要糖醋排骨酸甜适口 糖和醋的比例是关键 糖跟醋的比例是2比1 除了两份的冰糖和一份的米醋 糖醋汁里还有一样调料 必不可少 往里面适量加一点点盐 盐是起底味真香的 盐是百味之首 而酸甜口的调味中 很多人就忘了要加盐 容易腻口 用少些水把冰糖炒化 然后加入两克盐 以及适量老抽调色 倒入少量的水淀粉勾芡 最后把排骨下锅 均匀地裹上 糖醋汁 这外皮酥脆 里面软嫩多汁的糖醋排骨 就做好了 酸中带甜 甜中带香 是不是看起来格外诱人呢 不过您注意过吗 外面吃到的糖醋排骨 排骨个头有大有小 有肥有瘦 自己在家做 应该怎么挑选呢 还有一个部位 有肉有脆骨 您知道是哪个部位吗 一起回到演播室寻找答案 这排骨其实也分骨的大一些有的小一些 是 这口味也是不一样 你看我们面前现在在这儿有一项排骨 咱要做糖醋排骨的话 得用这个肋排这块 这是腔骨 这是硬骨 这是硬骨 这还有一个软排 软排 软排跟硬排之间还有一袋脆骨的 这个玩意儿我给切开了就能看得见了 这块有一排 它倒了白的 这点就是脆骨 这块是不是贵 对 如果再从这儿再一切 就这么一排 这一块里头是肉多 骨头完全是脆的 也能咬动 咔嚓咔嚓非常好吃 我们做糖醋排骨 你要愿意吃 吃这块也是非常好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买排骨的时候 我们一般情况下 都是见它这么竖着来 就没像您这么 对 就像天儿哥说那么狼 没有像刚才你那么给我们剖析那种狼子 它现在是这样的 就是现在任何的东西都分得是非常的细 腔骨分腔骨 排骨分排骨 这糖醋排骨 除了这个制作的方法之外 这糖醋口非常重要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糖醋汁 有没有一个更简单一点的方法吗 就是我能学会的那种 这就是你能学会的 我能学会的 简单说粗点就是万无一时懒人办法 一看就会那种 那我现场给大家推荐一下 这个做糖醋汁的比例 好 你看我们面前 有山楂 有番茄沙丝 这边还有盐 有酱油 那我给大家推荐两款糖醋汁 非常简单实用 在家就能做 第一款教大家做这个山楂的糖醋汁 这是山楂罐头 对 这是山楂罐头吗 山楂罐头 大概这里头 你看我们这个汁 一勺 一勺 两勺 两勺 三勺 四勺 正常的 四勺 山楂罐头 五勺 三勺 三勺 一勺 三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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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二勺 三勺 三勺 老酱油 老抽 来两克盐 这个比例都已经交给大家了 两种糖醋汁也已经调得了 接下来就得做了 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 还想再拘问一下 我们前面都说 这个骨头要加一些蔬菜 这口感会更好 营养会更高 那到底哪一种食材 和排骨搭配起来是最合适的呢 我们也去听听大家的意见 好 好吧 好 各位让我们一起实践出真知 骨头到底和哪种食物是绝大呢 当然这里的绝大 指的是营养上可以互补 或者促进营养吸收的最佳搭配 我们随机采访了几位路人 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吧 胡萝卜 排骨莲藕汤啊 海带莲藕汤啊 肚脚啊 山药 大家的看法不同 而且各有各的道理 这些猜测中 到底有没有骨头的结配呢 咱们还是一起回到演播室 寻找答案吧 看到没有 大家说什么都有 但是到底什么东西 是和这个排骨相搭配是绝配呢 答案就在这精细盘里 精细盘里 来三二一 走 大蒜吧 大蒜我就说嘛 因为有这么一句 这个文言文说得非常的好 叫做吃肉不吃蒜 您的营养减了一大半 你说的好像也有道理 明天俗语确实有这么说的 那少一半少的是什么呀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 张嘴就来不为难 王老师告诉他 就指的是猪肉里边含有的 维生素B1 猪肉里的维生素含量非常的丰富 那么它是牛肉的四倍之多 是羊肉和鸡肉的五倍之多 这个维生素B1有什么作用吗 维生素B1呢 有大脑维生素支撑 那么对脑神经的传递 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假如说身体缺乏维生素B1 那么轻则呢 会出现呕吐 发生会有一些严重的失碎 那么再严重呢 就是会引起心力的不齐 我还了解 哺乳期的那个妈妈 如果说是这方面缺乏的话 也会影响到婴幼儿的经过 就说了半天 是不是觉得维生素B1 很厉害 很厉害的样子 特厉害 但是问题你们是说了半天了 说都是猪肉啊 维生素B1很厉害 但是这大酸的作用是什么呀 是这么回事 因为只要是猪肉这加热 那么它里头的维生素B1 它就会大量失去 那么达到多少 它失去能达到50% 一半的 它对一半的量 如果要是单吃这个肉 那可能我们这维生素B1 怎么样 就会少吸收50% 那么上下的50%呢 不过我们要是加配上搭蒜来吃 搭蒜中呢 还有搭酸素 搭酸素呢 有提高维生素B1的吸收功效 和猪肉搭配起来 它是一个完美的搭配 嗯 哦明白了 而且现在又是吃这个蒜 新蒜的季节啊 是 但很多人呢 就是他喜欢吃生蒜 但有很多人吃不了 太辣了 而且那味又窜 对 有没有好的办法 有什么办法 有 那么你看 尤其像我们这儿这个新下的蒜 就这个季节 今天我就教大家一款 这新蒜腌制的方法 这样既能综合口感 营养油不会损失太多 各位就让我们一起实践 出真知 新蒜的创意吃法 凉拌新蒜片 现在正是新蒜上市的时候 而新蒜无非就是腌糖蒜 但糖蒜不光需要的时间长 里面的大蒜素也会有损失 因此今天我们推荐一种 把蒜做成凉菜的创意新吃法 首先把新蒜外面的紫皮扒掉 值得注意的是里面的皮不要去掉 因为里面的皮吃起来脆脆的 口感特别好 然后将蒜切成小片 这样能够让蒜更快地入味 蒜在切成片后与空气充分接触 才能产生大量的具有抗癌功效的大蒜素 因此这样凉拌的做法 其实是大蒜最营养的吃法 接下来调个简单的料汁 酱油 米醋各两勺 少许的盐 糖 调匀 锅中加入少许油 将料汁倒入锅中 这样做比直接用调料拌 更加香 口感更加地好 然后将料汁直接浇在蒜片上 淋入少许香油 拌匀 腌制半小时后即可食用 入味后的大蒜也不会特别地辣 非常爽口 新蒜片除了搭配排骨 实践顾问还为大家推荐了饭菜合一的全新搭配 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呢 一起回到演播室寻找答案了 不管是啃这个棒骨 还是糖醋排骨边上放一叠这蒜呢 又吃起来这口感清新 好 而且这营养不流失 绝对是最好的搭配 没错 对 腌好的蒜不仅是啃骨头好搭档 那么也是吃猪肉的博尔首选 那么说到猪肉的吃法 给大家提一个名字 您说叫卤肉饭 哎呀 太香了 这卤肉饭是有肥有瘦 把这个汁您给它炖得特别地好 油亮油亮的 往上上这么一淋 然后这个汤汁浸到这个饭里去了 香扑扑扑扑 迎风十里喷鼻香 行了 行了 还要吃起来 我告诉你 卤肉饭也分的 做得不好真的不好吃 要做出一碗上乘的卤肉饭 这里面是有很多细节的 那到底该怎么做呢 接下来方法教给您各位 让我们一起实践出真指 米饭杀手 香浓卤肉饭 卤肉饭顾名思义 是米饭搭配卤肉一起食用 再配上营养丰富的卤蛋和翠绿的青菜 一碗卤肉饭 集合了香浓五花肉 高营养的鸡蛋 爽口青菜 以及香喷喷的大米饭 做法省事营养全面 最重要的是 吃着过瘾 这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卤肉的制作呢 看似简单 但实际上从肉的选择 到如何让汤汁变粘稠 以及米饭的争执 这里面 步步有讲究 无肉不欢的猪肉哥 因为爱吃卤肉饭 而不断实验了几十次 接下来 马上跟着猪肉哥 学习卤肉饭的做法吧 首先五花肉的选择就很讲究 我们做卤肉饭 选肉要选这个五花肉 硬类部位 就是靠近前腿这个部位的五花肉 这个部位五花肉肥而不腻 而且特别嫩 如果是这个部位的五花肉呢 它是非常柴非常硬的 不愧是猪肉哥 对猪肉的了解真的是细致如微 原来五花肉也分优劣 贴近前腿的更嫩 后腿的肉发柴 因此卤肉饭要选择贴近前腿的五花肉 接下来把五花肉切成手指粗细的长条 小块更容易入味 五花肉下锅之前 我们要处理卤肉饭里必不可少的辅料 它不仅能去掉五花肉里的腥味 还能增香提鲜 一斤五花肉大约要用一个洋葱 我们选用的是红洋葱 因为它比白洋葱营养价值更高 还有大量的滑金素可以抗摔了 切成洋葱圈下锅炸成洋葱酥 这时候的火候您一定要把握好 小火慢炸至焦黄色 捞出晾凉切成碎末备用 锅中放入底油放入冰糖炒头晒 放入切好的五花肉 翻炒均匀后再加入几颗香菇增香 加入盐 香菇 蚝油 洋葱酥 这个时候让卤肉饭汤汁浓稠的关键食材 就要登场了 肉皮 为什么要加猪皮呢 因为猪皮里面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 可以使汤汁更加粘稠 然后咱们这个卤肉饭吃起来会更加香 肉皮里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 长时间的炖煮能够让汤汁变得更粘稠 把肉皮切成条和五花肉液起炖煮 加入水以及准备好的熟鸡蛋 大火开过后转小火慢炖20分钟 卤肉就做好了 卤肉饭里有非常香浓的汤汁 所以为了吃的时候更香 米饭也跟平时有点不一样 我们这个米饭要比皮质煮的要稍微偏硬一点 是为了让这个米饭更多地吸收这个卤肉里面的汤汁 再搭配焯好的青菜 卤肉饭就大功告成了 米饭拌着卤肉 卤肉的汤汁包裹着米饭 越吃越下饭 忙碌的日子里 您也不妨尝试这样一份 简单又营养的美味 我们节目的口号是 品味求真实 实践出点事 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拜拜 欢迎登陆优酷网 腾讯视频 搜索视频 爱奇艺 乐视视频 PPTV剧力 收看节目 完整视频 感谢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搜索娱乐 网易娱乐的大力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